所以你覺得來台灣有多容易找回同類型的工作? 來到台灣有多容易找回同類型的工作? 即是你現時的工作就脫掉了 其實有趣的就是曾經有報館找過我 說想請我 因為他本身有看我的文章 他覺得我寫的東西都OK 剛好他又有空缺感 因為我們的投資移民的顧問很有趣 他經常都搞聯誼活動 因為他覺得我們來到台灣 最大的問題就是成為了隱蔽中年 或者孤獨老人 你最需要就是認識一幫朋友 一幫同鄉 所以會搞很多吃東西 行山 踩單車的活動 所以我都認識其他同一個移民顧問的客人 但我又覺得好像大家都不容易在這裡找到一份工作 當然大家也計算過一條 覺得他不做都OK 因為你剛才提過一個項目 你本身香港帶了一些工作過來 但你在這裡還是想維持著你本身想做的事 就是重奪你的自由 而你的工作都是你的興趣 其實我的興趣是做其他事情多於做我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說當那些工作減少了 那我就順便開始過度去第二人生 就是開始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為什麼經常在香港有些事情咬著我呢 就是我的比喻就是來到台灣 就是有一點是如魚得水 但是在香港就是魚助針戰的 它經常擱著我的是什麼呢 就是例如你如果是當你交租交萬百元這樣一個月 然後你每一天的生活成本 只是計你住屋都六百元一天 如果有一天我拿來看古文官子去研究一些文言文的 其實那個成本很高的 你看一下 你忘記了你給了六百元來看古文官子 但是來到這裡我就不需要去這樣計算 就是你有很多東西都是不賺錢的 例如是看書 很多人都說整屋都是書都沒看 寫文 寫文我五毛都沒有的 我寫了一些年 因為我都寫了很多文章在網上 在網上 再加上就算是行山 踩單車 做字典 每一樣東西都是零收入的 基本上那些東西 你講的我覺得越有趣 其實你不單止是說 你現在的積蓄是可以養到你老婆 你甚至假設了 哪怕你香港的工作都掉了 你都可以自行這樣過世 這個是一個很有勇氣的 我不是很想這樣說 但是你這樣說好像很欠世 所以我不敢這樣說 這個是最高 人生的追求就是這樣 雖然那個打算是這樣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的同學 真是個個都做不到這個境界 我剛才說的一件事 如果我是看文言文都要花六百元一天 每個人的積蓄都有限 你除了六百元 你可以做我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那就少了 你在台灣 你可以做的那些東西 就多了 你每天的生活成本少 或者你都相信你的積蓄 都會有passive income 相信是有passive income 但是passive income 都要看一下 因為主要都是投資一些股票 看一下公司的表現如何 其實很有趣的 你來到台灣 其實以前很多人是覺得台灣不好 就是 說這裡的經濟很差 很多人都要去大陸開公司 去大陸做工作 這裡有人口老化 沒有什麼希望 覺得台灣 但是去年就好像整個世界倒轉了 其實在說今年應該是 台灣今年的GDP的成長是2% 在全世界來說是非常令人震驚 因為很多地方都是倒退很多個% 而預期下年也會增長4% 你來到好像覺得這裡的經濟很興旺 昨天有朋友跟我說 他都是想移民去英國的 但是他主要的想法就是 因為他的子女是 在教育方面 他認為英國的教育會好過台灣 但是 我想一下又好像不是 因為好像台積電一樣 他都已經成為了世界市值十大的公司 但我又好像不太覺得 有一間英國的企業在市值十大那裡 而你又看看這裡的人去做事的方式 就是這裡的政府官員 你感覺上他真的有能力 他做事出來 再加上一件特別的就是 因為我在桃園 我經常都有看到桃園市市長 鄭文燦那些帖子 你真的會感覺到 這個地方好像越來越好 他每天都很勤力去跑不同的市政 而他做的事情 真的好像會令到你的生活越來越好 那你想鄭文燦和鄭女士比 又不是這麼公平的 就是這樣 慘了 我不知道自己去哪裡 我說回到我 重點就是這裡 譬如說 香港朋友想來台灣 你會建議他 靠香港的積蓄 吃到過小 還是在這邊 你怎樣都要找一些 freelancer去做 譬如以你自己的例子 其實呢 夠和不夠 現在很多人移民 不論是台灣也好 英國也好 他都經常想一個問題 就是自己夠不夠錢 去過了他的餘生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夠和不夠 就不是那麼斬釘截鐵 他不是一個零和一的概念 其實 因為你已經在香港 不同的人的情況不同 但是如果你說有很多人 他本身是如果已經有層樓 他賣了一層樓 其實多筆錢在任何的地方 都已經等於是一筆很大的積蓄 可以養活他很多年 當然他可能還是未夠 但是在夠和不夠之間 其實他已經可能 走了不知六七十個百分之間 已經在欠了二三十個百分之間 然後你就再看看 你欠了多少 你就再看看有什麼工作去做 可以補足到一半 但是 有些人又去善於投資 他可能在投資方面 也可能做到這件事 其實這是一個很不同的人生觀 很多時候香港 說真的很多習慣了 曾名俗利 或者本身要有很多安全 就是經常都怕沒有一份工 沒有這樣那樣 特別是中產 就是我們有這個包袱 但是 如果你將所有的事情都豁出去 或者將整個所謂 就是security那個概念 顛覆呢 亦都可以活得很瀟灑 我都是僅僅一兩年才開始這樣想 就是我們小時候都很 其實我都是向你學習 我覺得你好像 經常都在說這些東西 你覺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 你做到 不是 不是 剛才我說過是認真的 就是我們有很多包袱 就是你在那個世俗的眼光 或者你始終都要做到某些事情 但是你真的day one 你可以完全不理這些這樣的枷鎖 但是你是活得給我們自在和開心的 這個是一個 去到我們這個年紀 你看回頭 才會很認真想的 就是講真的 我想我玩史比是多的 但是我相信你會比較瀟灑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 所以你選擇的自由應該大過 我覺得 這個就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有時候我認識一些 真的超有錢的人 你會很amaze by 他那個選擇自由之勢 因為你越是有錢 然後他在那個空間就越小 這個是一個和我們平時assume 你很有錢的 做什麼就對了 相反的 我認識很多那些 就是那個level的有錢人 其實他真的可以做到一個choice 反而是很小的 反而因為你沒有那些 那些包袱 你做到人生的選擇 真的會消失很多 這個純粹是一個descriptive 的 fact 還有現在有一件事 你以前覺得有一條軌跡可以走的 就是 我是不知道 什麼時候娶老婆 什麼時候生孩子 什麼時候買車 什麼時候買樓 那種 但是現在開始這個世界 給你的感覺就是 那條軌跡開始變得模糊 變成都逼著你 可能要另外找一條軌跡 但是你另外找那條軌跡 你覺得好像沒有了 原本那條軌跡 覺得失去了一些安全感 但是其實新的那條軌跡 有可能是更加好 都未成功的 可以自己去探索 但是其實我自己比較沽漏寡民 就是因為我 基本上是沒有怎樣坐飛機 就是和Simon是兩個極端 我只是去過日本 新加坡 和台灣 和大陸坐飛機 我沒有去過其他國家 所以我經常覺得 以你周遊列國 應該更加知道 其實有更加廣闊的天地 可以讓大家選擇 沒錯 應該更加知道 還有你真的實行到 是兩件事來的 現在就努力緊向這個方向 因為種種環境的改變 其實都是時候想想人生 在台灣這裡真的很容易有這個感悟 明明他們賺的錢 少於我們這麼多 為什麼 為什麼都可以這麼開心呢 那反過來 明明我們好像賺這麼多錢 為什麼又感覺不到 生活有什麼不同呢 我說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其實這裏的人 會不會是 雖然他賺的收入不是很多 但是他的選擇可能有很多 等於我在18年7月 我第一次過來 就已經有記者來訪問我 我台灣的生活 我就帶他去民權西路 和中山北路 那兩條很闊的馬路 很重要的降道的交界 然後我問他 你來到這個十字路口 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呢 有什麼不同呢 然後我就說 特別之處就是沒有周大福的招牌 不是我對周大福有任何的偏見 而且也覺得 大家有時候都需要買金的 但是不是真的經常都需要買金的 你香港搞到 早幾年 周街都是金譜和藥房的話 其實 好啦我平時 約間生活 我工作很勞累 台灣很勞累 香港也很勞累 但是我放了工之後 可以讓我選擇去 滿足一下自己的東西 在香港好像很少這樣 但是台灣就會多很多 而且所費無幾 有時候好像這裡 有很多人來台灣旅行 回香港 他會買紅碎珍三文字 回去做手信 但是其實一件只是28元台幣 所費無幾 你就已經有很好的享受 就算你去春水堂 喝一杯奶茶 其實都是80元台幣起跳 當然在這裡來講 是一個很高的消費 但是也不是說要了你直居 而朵的質素做出來 是真的很好喝的 最後一個問題 你很享受這段生活 你覺得你對台灣的 影響又在哪裏呢 唉 其實這個問題也真的要再思考 因為我在這個時候 可能我首先就是 學會了融入了這個地方 適應了這個地方 然後下一步 再去想去做些什麼 但是某程度 可能我又不是說 這麼狹窄想想 我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而是你生活在這個世上 究竟你對這個世界有什麼影響 你會不會是在台灣 那裡反而更容易 對這個世界有影響 就是 開始可能是會這樣想 當然我原本做的事情 就是寫文章 還有做很多幾個字典 可能這些就是 我那些很微薄的影響 還有有時候 香港人來到他有什麼 不熟悉 又 我的能力範圍 又可以提點一下他 你的答案很銳致 你在台灣容易 令到你對這個世界 更有 contribution 這個真是一個 good point 是 因為台灣是這個世界的一部份 也自然是 對這一邊都有 contribution 但是對人類來說 是一個 collective good 其實這個 我們說真的 很多朋友來到這裡 有時候都會想這些問題 如果有些人覺得有些內疚 經常在家活動 不是那麼好 其實如果你的環境 令到你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你首先就要治好自己 有時候 你才去治好其他人 你連自己都是 感覺到自己有很多問題的話 連自己的問題都未解決到的話 即是 令到基礎都未打好 但是 我不是說要宣傳台灣 有些人可能覺得 在大陸更加自在都未受到的 他可能就會選擇移居去大陸 其實一樣是ok的 我覺得 就是你自己去 你去到那個地方 你就感受一下 究竟那個地方 是不是適合你去發揮 好 我相信 其實我們很 casual的大陸 都是想有些 inspiration 因為 你正在走另一個人生的 path 跟很典型的那些 向上爬的那些主流價值觀 是很不同的 但是 conclusion 是重要的 conclusion就是你開心 而且是highly likely 是給我們開心 這樣東西已經是很 值得令我們所謂的城市人反思 我想現在去到台灣 大家都可以 叫做 清空一下自己的腦袋 想想人生的軌跡 可能這個都真的 不要說是對自己 對身邊的人 對社會 都是一個很大的 contribution 是 是 希望大家就 再intouch 可能我們不斷有同學過來 好 可以有多些啟發性對我們 好 今天多謝東東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